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欢迎来到万国一郎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万国国际一郎 我是万国国际一郎的总监谢小慧 万国国际一郎成立于2009年的初秋 创立起源是因为我们母公司皇家布业 是外销纺织的国际大厂 所以对于国际流行的趋势与脉动 长期以来都有密切的掌握 由于近东地区的当代艺术品 在国际上的快速发展与它的独特性 在台湾却少有机会目睹 我们因此代理了土耳其 法国 西班牙 以色列等 汇集多元文化特色的艺术品 2022年万国艺术代理了21位艺术家 并将其定位于21个新生活运动主题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展开新生活运动 异想国度展区 展区的艺术家是123阿勒 1957年出生于土耳其 在我们新生活运动是浪漫人生的代表 是一位编织梦境的诗人 画家的风格是虚幻飘渺 同时又充满了浪漫的元素 有着爱情还的蓝 蓝满的字 女人 花朵等画作的元素 蓝彩 贴木 这幅画是一个男孩爱上公主的浪漫故事 一位公主被关在了高塔 男孩为了看公主一眼 她必须游过大海 然后男孩还要爬上充满阻隔的班格 才能上到高塔 跟公主见上一面 竹评中我们看到了许多 代表美好爱情的花朵 也让我们感受到男孩奋不顾身 勇敢找寻自己所想所爱的勇气 宇宙既起之生命 这幅画是夜幕低垂时 金黄色的月光 洒满着大地 照亮了黑夜 即使是黑夜 阿勒却用了紫色来代表 让夜晚充满了浪漫的氛围 不再是漆黑可怕的 画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 女人柔和的脸孔 还有小孩 还有鸟类 以及狐狸 让我们感受到 虽然是黑夜的来临 却同时也迎来了生命 象征着生命的蓬勃 以及生生不息的循环 WA Studio 在我们新生活运动中 代表脏范能生 它的梦想是让人感受 花卉的清新温暖 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我们万国伊朗目前展出 共成练30件 WA Studio 艺术品 作品是运用强硬的铁线素材 加上建成的上色 让线条更具层次感 精巧地表达出 花朵的柔美 及脏范的能量 在花样舞台区 我们陈列WA Studio 作品 珊瑚 象征爱慕之心 细腻的情感 兰花 象征美好 高洁 中心这一件作品 是仰望 女人仰望着美丽花朵 一切是如此的幸福美好 燃烧 以女人面孔为主题 有红色玫瑰围绕着 像是乐恋中的女人 裹着活乐的真心 龟槽 以圆弧形设计 凝聚象星力 代表圆满 鸟儿龟槽代表喜悦及温暖 整件作品意味着幸福美满 最强艺术展区 是我们的森林区 我们有经典制作 森林里的五棵树 这五棵树是以 镀星铁线硕形而成 并以黄、红、褐色、剑绳上色 令人赏心悦目 这五棵树赋予着 健康、财富、幸福、平安、喜乐的含义 WA Studio 的每件作品 颠覆以往铁剑刚硬的思维 楼美帐范的氛围 可带给空间设计全新的灵感 这边是摩镜摩镜的展区 为您介绍 来自以色列的艺术工作室 出奇 出奇是色彩艺术大师 他的作品融合了 犹太人古老的传统 以及普普艺术 用色亮丽、鲜活、有朝气 作品贴近生活、妆点逆常 我们在这里展示的 有两件爱心系列作品 爱之心、完美的爱与花瓶系列 接着是织梦花园 这边所展示的作品 是来自于台湾的雕塑家 王湘智 他近年的作品 是以木雕为主要穿作的美材 作品很有童趣、温暖、人心 我们所展示的作品名称 名为来自大地的拥抱 我们可以看到 身穿水蓝色脸色衣的小男孩 清河双叶 拥抱着野生动物食谷 令人感觉到一切是那么的安详和谐 想跟大家所传递的概念 正是关于 大自然、眼泪、动物 甚至于 生存在这片大地的生物 所谓善的穴环 我们另一件的作品 是冥想系列 牧羊男孩 可以看到 男孩闭着眼 盘腿坐在羊上 像是在冥想一般 下方的年羊 乍看只有三只脚 但只是一瞧 他其实俏皮着群曲着嘴 承袭着 作者一贯的情绪风格很有玩心 而这件作品的灵感 是来自于 苏格拉底的德学思想 沉浸在自我内观 不需要言语的交流 却充满着安全感 平静且温暖 请各位艺术爱好者 继续支持艺术行李这个节目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